时间飞逝,很快脆又到了年终了, 在这一年里,抗尼团契又再经历了上帝的恩典, 真是忍不住要用掌声赞美那一位, 时时刻刻扶持我们,抱着我们,一起走过高高低低, 不同的幽谷,那位天父上帝。 正如诗人大卫那样说,他说你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, 你的路径都滴下了止入。 在2015年间,抗尼团契有一连串的周会聚会, 是让大家弟兄姊妹有机会在主里面被建造,被造就。 彼此更深入地认识,学习关怀,相爱,并彼此服侍。 而且更加是去学习侍奉神, 例如做领事,做主席,做带领小组分享, 或者是小组茶经等等。 在这一年里面,我们的聚会有。 对于团契情深,这题目很好说的,很难说的, 因为大家可能听了几十年, 那里这么形容,什么叫团契呢, 就是彼此相交。 其实团契不是一个名词, 团契是一个蚌词。 和諧家庭 有鄭偉良博士的藍色天空 中年危機與出路 講完是來自全員資深社工蘇關藍先生 反正表現和出路完全是同時 女人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女人有朋友可以說 在中年期的男人是越來越少 小組查經 查考成長的生命 活潑的盼望 馬牧師分享台灣宣教之旅 有感恩 無數的感恩片片 最後我們有慶祝聖誕 我們相聚在一起